2017年10月14日 FreeStay Night Heaven's Feel正式在日本上映 这部仅仅是粉丝向的游戏剧场版 搬上大屏幕 居然能够在三周内达到几乎10亿日元的票房记录 与此同时在电影上映的前几天 10月8日 日服FGO便开启了剧场版的公开纪念宣传活动 一名强到逆天又婆到不行的角色 雪山音降临在加纳底的卡池里面 而繁中FGO的活动通常基本上都会跟随日服活动和主线的开启时间 来定制活动甚至是卡池的开启日期 而根据活动计算推移法的理论之下 雪山音的卡池应该在繁中开启亚总特1.3之前 也就是2019年6月7号左右甚至之前 就差不多要开卡池了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 亚三二池开了 卡米洛目间活动开了 FAP纪念活动开了 甚至直到现在 女帝清洁活动也开了 而雪山音却消失在繁中的加纳底中 在谈雪山音的消失对玩家的影响之前 我觉得可以先聊聊关于雪山音这个角色的强度以及定位 作为一名持续关注以及研究新从者使用方式的雷枪 虽然不能够完全保证自己的眼光以及攻略的精确度 所以有时候在出从者攻略的时候 都会给自己留一个火口 但是在这里我可以100%保证 雪山音强到逆天 捧场一名从者的设计 要不就偏向周回属性 要不就偏向高难度取向 而雪山音在这两个领域里面 都占有非常高的战略价值 无论是周回还是高难度 它都能够掌控雷电 如果我详细解释的话 大概可以再出一部影片了 所以我就简简单单的说吧 在FGO的周回世界里面 撇除本来就无视直接的巴萨卡以及炎枯王以外 有两名从者的宝具NP回收率极度异常 甚至能够做到无视直接的冲浪周回 一个是奇格 另一名便是雪山音 用过他的绿卡数刷队就知道 如果搭配换人礼装的话 极大部分的克制关卡 甚至是非克制关卡 都能够轻松冲浪 而雪山音是在出CBA以及米刚强化之前 是一名极少数能够宝具联发的周回角色 而在攻略高难度的情况之下 原本搭配双师将的绿卡速攻队 会面临一个极大的问题 就是整体队伍的防御面会非常薄弱 而雪山音的宝具所附带的60%几率魅惑 能达到控场效果 防止队伍在速攻的途中发生意外 间接弥补队伍的防御问题 在当年闪闪季的地狱高难度当中 让人闻风丧胆的每周报关卡 雪山音便是其中一名能够轻松破解的绿卡打手 而雪山音的宝具更附带全队充能效果 让本该难以开到宝具的CBA 有了为全队提供回避效果的机会 可以说是锦上添花 作为一名高难度的绿卡速攻队队员 却也能够解决一些绿卡速攻队的核心问题 在讨论他其他技能方面的优势之前 单单这一点就已经让他有着 无比高的培养价值了 那么如此逆天的从者 为什么会在繁中版里消失了呢 最大的可能性的原因就是 当时的卡池和活动实在是太多了 整个六月横跨了四个活动 前前后后一共有五个不同的卡池 万圣复刻 夏总国主线 卡美洛木坚 以及新的万圣活动 我的妈呀 有活动固然是好事啊 至少比长草来得好 不过一下子来这么多卡池 还真的让人有点吃不消啊 然而当时日服的雪山鹰卡池 又刚好在这附近降临 或许是官方为了避免活动 显得更加拥解 才会暂时把雪山鹰有了质吧 然而在这个原意的前提之下 繁中的盈域有可能已经跟日方谈好了解决方案 例如七夕节的雪山鹰 不要下班好吗 或者是中元节的雪山鹰 又或者是繁中前节特别气化 应该还是有其他方案的 虽然盈域方也没有非常正面的回应这个问题 导致有一大堆繁中的御主非常不满 跑去寄信或者质问官方的脸书客服 因为雪山鹰的消失 不但让玩家无法把它抱回家羊以外 连带一个非常好用的周回御主礼装 2004的断片也一同消失 说实话这个礼装还真的非常好用 往后一堆绿卡冲了队都能用得着 所以基本上现在就要慢慢的把它练上去了 而最近也开了女帝的情人节活动 但由于玩家们没有办法抽到雪山鹰 所以来自鹰的情人节巧克力 也没有办法拿到就是了 更甚的是 雪山鹰虽然配合的卡池和时间不多 但其实它会在第一次的pack up后 便能够从其他卡池里面歪到就是了 不过几率嘛 日服的我王在那卡池之后也至少抽了80单左右 也只试过歪到过一只 真的就只有那么一点点难抽就是了 不过说到最后 作为玩家的我们不是也只能等了吗 说到底 这并不是一部工商影片 也没有要帮官方说些什么 而是作为一名普通的master 用平常心去看待这件事 就算再怎么去客所 再怎么去跟官方反应 有时候做决定的 其实并不完全是繁中官方能够做到的 而我们玩家能够做到的 就是享受当前活动 能够带给我们的资源和乐趣了吧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想 这次风波又能够为繁中FGO带来话题性的效果 一款游戏除了怕没收入以外 最怕的就是没有话题性 而雪山鹰消失事件 正能够提供所有玩家一个独特的梗 就跟当年的启灰石一样 最终会成为我们的共同回应 更何况我影片都出了 旗也立了 正常来说官方很快就会推出 雪山鹰卡池来打我的脸 明天我会有影片 明天 就稍微讨论一下这事情 因为这个东西的确 的确在繁中弄得蛮大的风波的 感谢雷枪力气 求打你 其实观众你是不是有官方的卧底 我说什么你都知道可恶 求你让我活一天影片至少 更 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